所以對這樣的一個辦法 我想我們社會處在這裡是不是來稍微解釋一下 非常謝謝民建成議員對這個問題的關心 我想這個急難救助顧名思義 就是說這個生活遭受到一些重大的一些傷病或意外 經濟上陷困 而需要這個一些金錢上面的一些資助跟救援 我想這個是急難救助他的本意 那所以說這個按照他實際的需求 然後來給予這個資助我想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當然會有一些辦法上面的一些規定 那一般來講的話光光急難救助 不見得能夠解決這個當事人他的一個經濟性困難的問題 所以說在社工仿視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希望說在仿視的同時 還能夠同時連結急難救助之外相關的一些資源 譬如說像食物銀行 譬如說像這個民間的一些這個慈善基金會等等之類的 透過這個多元資源的方式來這個提供這個家庭來度過這個難關 我想這個目前的這個我們社工的專業作業大概是這個樣子 謝謝我們吳處長 因為另外的就是急難救助 聽說也是有名額的一個限制 這個處長你回去是不是稍微去了解一下 就是名額一個限制 就是年度裡面的急難救助補助金 名額有限 這個是不是我們處長也稍微會去了解一下 既然問到了我們吳處長 我想這次在我們的市長市政總質詢裡面 有關對我們老人也好跟幼童也好 我想對於他們的一個安置 也做得也非常的不錯 所以在這邊也在這邊來讚許我們市政府對我們老人跟託育 這部分的一個制度 所以在這邊在市長的總報告裡面 對我們老人日託一個中心裡面 達到一區一個老人的日託日照中心 陳如上一次在我們市長市政總報告裡面 本須一個質詢的一個項目就是 這個一區一老日託日照中心裡面 我從上一次的質詢也跟我們社會處理稍微也提到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老人日託日照中心裡面 是不是也可以在一個原住民人口數比較集中的地方 來去設立一個老人日託日照的一個中心 因為我們這些原住民的老人 因為在語言方面可能比較會說 自己的族語有關在我們華語跟台語這部分 可能說的不是甚至於不會講 甚至於不流利 所以有時候會到我們這些設立的老人日照日託中心的時候 會愛以自己說在整個跟我們一些老人家來去溝通的時候 會覺得是不是我講的跟他們對話之間會有一點可能是持不達意 就變成是裹除不全不到那個老人日託跟日照中心 所以這邊跟我們社會處是不是 是在我們基隆市 比較原住民集中的地方 是不是有可能可以成立這樣的一個老人日照正心 不是可能啦 我會極力來爭取 我想社會處能不能回答一下 非常謝謝陳明健 陳議員的這個關心 我想這個問題你這個之前也跟我們提醒過 那我們同仁也非常努力的在做這個事情 就成如你剛剛所說的 這個原住民的長者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不同的需求 或者說文化上面的這個親近性等等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事實上中央在推長照2.0的時候也注意到 所以特別把這個原住民跟頻率原住民的需求把它考慮進來 那現在的時機也跟這個議員做一下報告 現在的時機比較成熟 在整個長照2.0這樣的一個大架構之下 明年的話我們應該會在原住民這個聚集比較多的區域 譬如說像這個中正區 海濱裡 我們應該會這個進行這個長照ABC的這個西點的這個擴建 也就是說它就相當於現在您所說的這個老人日託 那從這個第一個點出來之後 我想先做一個示範 如果好的話我們會能夠進行第二次的第三次的這樣的一個複製 那非常謝謝陳議員的關心 謝謝吳處長 吳處長到目前 我應該都跟你歐落了 至於三次匯取我也執行我們私立醫院 有關老人健康管理跟醫療整治的執行的一個情形 像我們私立的楊院長也對我們原住民老人這個健康方面的一個管理 也非常的關心 所以上個會期我對我們原住民老人這些健康管理有跟你執行過 所以在這部分目前執行的情形 能不能請我們楊院長稍微來回答一下 一座 現在長照2.0裡面其實他也把這個原民在50歲以上就納入這樣的一個範圍裡面 那我上次跟一座報告就是我們私立院很希望能夠擴展這方面的服務 那我也跟衛生局長請示了 就是現在舊的這個中正區的衛生所 那如果將來遷開以後那個點可不可以讓我們私立院作為一個據點來究竟服務原住民 謝謝原院長 接著對於有關我們推動原住民族語學習的一個教育 在這邊也就叫我們民政處 在過去我們基隆市裡面對一個族語的一個教學 不管是在學校也好 或是在我們各區也好 就是每一個地方在我們協進會所在的地方都會有一些社區性的一個族語教學 大家也知道 根據我們聯合國教文科學組織裡面有這樣的一個報告 不管是我們原住民的族語也好 甚至於他也說客家語跟台語也都是江濱臨滅亡的一個語言 所以如果說你的語言不常實用的話 我想這樣的一個語言可能經過好幾代之後就沒辦法再說得更加的一個流利 就比較簡單的一個比喻就是 如果我們學了日語跟英語 當初一段時間在學習的過程你學得非常的好 講得也非常的流利的時候 但是你不常實用的話 我想以後你的日語跟英語也是講的可能也是都不流利 所以我們聯合國裡面有這樣的一個報告就是 其中一個就是原住民族語裡面 就是將來是一個冰臨內亡的一個語言 在過去我們市府也曾經都辦了這種 在社區各區裡面都辦這種與原朝的族語的一個教學裡面 與我們的長者也好 跟我們的一些族語老師也好 來帶動整個社區 不管是小孩子 不管是這些需要學習族語的這些族人裡面 都會固定在每個禮拜的或是兩天 都會做一種與原朝的一個族語的一個學習 但是到現在大概我只看到除了在我們學校有這樣的一個 由我們資源教師來去教這樣的一個族語的教學之外 其他的就是在我們原住民部落大學裡面 會有幾班的一個族語的一個教學 所以對這樣的一個情形 我是希望我們民政處也能夠看得出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這部分漸漸的沒有這樣的一個教學的一個環境 我想這樣的一個族語這樣一個傳承跟元席 可能慢慢的會把我們的族語會慢慢的會 把瀕臨到滅亡 所以在這一點我想請我們王處長 是不是有需要改進的一個地方 謝謝陳明健議員的對原住民的母語教學的關心 我想這部分其實非常重要 因為其實在基隆市當然很多族群 但是以阿美族為主 但是我覺得這不管是各種族群的母語 其實在這個傳承上都非常重要 包括我們現在對新住民的母語教學其實都有在注重 那我們現在其實每年開設的這個母語的那個研習班 原住民母語大概是六個班次 那每次大概是六 大概是十到十五人 那其實我知道的話就是說有些是由教會 或者學校然後甚至針對一些課後的輔導來進行 然後有教導所有我們原住民的一個血統 那我想這部分的經費因為過去都是中央會給我們一些支持 那可是因為現在中央經費其實越來越縮減 那所以說我們會試這個情況 因為如果開辦情況上非常順利的話 我希望說未來說針對母語的教學會能夠增加一些班次 可以增加一些人次讓我們的母語教學能夠更廣闊 以上跟陳遠報道 處長你剛剛講到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中央的那個補助就會減少 所以這樣的一個教學的這個次數就會減少 這一點是 處長你應該要督促你的提名課 能夠好好地跟中央需要這些錢 因為中央這些都會有一些計畫裡面 對於我們的語言振興裡面都有這個方案在裡面 像這個計畫裡面從103年到 這一期的是103年到108年 語言振興方案這部分 所以我希望我們民政處是不是能夠努力的 能夠跟我們中央來去爭取這樣的一個預算 何況我們現在我們圓民會的主任委員 是我們會黨的一降保路 所以這一點我想我們市長跟處長跟我們主委 也非常的熟悉 過去也在同一個地方來辦公 我想這一點是不是也請我們市長能夠加以去推動 希望中央能夠關愛一下我們基隆市 不管是族羽的這種經費的補助也好 或是我們有關住宅的這些修善跟增購 這些的中央的一個經費的一個爭取也好 我想這邊還是市長能夠多費心 因為過去每一年在我們這邊基隆市的時候 就族羽這些的教學非常非常的一個重視 而且到了年底我們會有一個成果的一個驗收 會在我們原住民會館裡面 就我們的小孩子跟我們的大人 或是就是社會組跟家庭組 會有這樣的一個分裂來去做一個族羽的話句比賽也好 或是一個展覽也好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就能夠達到這樣子一個族羽的一個傳承的這樣的一個效果 也可以印證他們學這個族羽是不是真正的 讓他們在平常的生活裡面能夠應用在他們的生活 或是在家庭方面 所以這部分再次的還是請我們民政處跟我們市長 能夠再次的跟向中央來去爭取這樣的一個經費 剛剛在我所提出的我們原住民樂務裡面 這部分有提到我們辦理原住民的風靈季的傳統無話記憶的這個活動 在這邊也首先先感謝我們市長 對於我們原住民這樣的一個文化能夠尊重 甚至於在我們的市長市政總報告裡面 在今年辦了這麼多場次的風靈季之外 甚至在明年全市性的原住民風靈季 市府將擴大以兩天一月來辦理 而且邀請各地區的頭目跟齊老來共同來規劃活動的一個內容 我想這樣的一個措施是過去所沒有辦過的 以前的聯合風靈季或是地區的風靈季也好 都是一天就把整個文化季的活動就結束掉 甚至於在這個活動的內容裡面 沒辦法展現出自己族情的文化的一個精髓 市長能夠為我們基隆市的原住民想到 以兩天一夜的方式來做一個辦理 但是我在這邊也要建議我們市長 縱然是你用兩天一夜的方式來辦理基隆市的一個聯合風靈季 我想它的內容裡面應該要更加的一個嚴謹 而不是做一個只要兩天一夜就辦一辦就OK了 大家就吃吃喝喝就好了 我想這樣的一個內容 我曾經也建議我們科長也希望在明年的大概兩三夜就開始要籌劃 或是甚至於現在就開始要籌劃 明年這個兩天一夜聯合風靈季的一個事項 不管你辦的是兩天一夜也好 或是一天一夜也好 因為最近從市長上今年的聯合風靈季裡面 宣誓明年的聯合風靈季要舉辦兩天一夜之後 很多的地方的勤勞跟我們地區的一些領袖 不管是主席跟頭目也好 一直跟本席反應 如果用兩天一夜的方式來辦理的時候 第一天大家都累得要命 他們第二天會不會來 我想這個也要注意到這樣一個方式 甚至於會建議 是不是用一天一夜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舉辦 這部分的話我想到時候也請我們民政處 對於有關這樣的一個事項 就正如我們市長裡面所報告的就是 我們要求各地區的頭目跟齊老 還有主席來共同規劃來活動的一個內容 我想再請教一下我們王處長 你身為我們原住民的業務單位的主管 王處長知不知道我們基隆市原住民生活教育學軍會 總共有幾個 那整個包15個 15個 處長你能不能講出一半以上的地區的名字 因為15個名字我大概說中正海濱八斗 八斗然後 新豐 西毒 長安 大概是 大概記得這些 超過一半嗎 講過超過一半 應該是沒有 所以為什麼 處長我要跟你提這個問題 因為這樣的一個活動 因為族人很少看到我們處長 甚至於到現在說 我們民政處長是哪一位 他都講說民政處長是哪一位 現在都問 因為大家都有一樣的一個 反應到本席 原住民的這樣的一個活動 市長有在 處長才會在 市長沒去的地方處長不會去 我講這樣對不對 跟陳遠報告 因為各區的豐年季活動 其實我們區長都會到 那原則上因為 其實各豐年季活動我不見得都會 所以我們都請科長跟區長都一定要到場 那如果說未來說 各個地區的豐年季或者是活動 如果我知道的話 我會盡量都一定會到現場 因為我為什麼要這麼說 是希望我們處長 剛就任的時候 能夠先多多了解原住民 這樣的族群的 散佈是在哪個地方 而且甚至於你可以聽一聽他們的一個聲音 而不是從基層這樣子 把這樣的一個問題 把基層的這樣子一直反應到你那邊 甚至於反應到我這邊的時候 我要好要跟你講 所以你應該 我的用意是說 你應該要去 至少 你亂一次嘛 你至少 你走一次你就知道 15個地區是在哪裡 不要到現在還有人說 我們的王處長是 我們的處長是哪一個 我說是 基隆市裡面那個市府團隊 最帥最酷 戴眼鏡的那個就是 最年輕的 那個就是王處長 就是我們王處長 但是人家會誤會說 可能是社會處那個王處長 可能是誤會到我們社會處的王處長 所以我們處長 還是有空我來陪你也沒關係 甚至於跟他們聊聊天 從聊天方式裡面 這個是本來就是原住民的問題 發覺的方式 就是在這邊跟大家聊天 像選舉之前或是選舉之後 我們市長一樣 跟我們族人有時候聊天的方式 非常的親密 甚至有人把一個 原住民那個服飾那個頭帽 送給市長 現在很多人還想說 市長那個頭帽 你再戴看看 我本來今天要跟市長講說 你應該要戴那個頭帽 穿原住民那個背心 應該 我本來是要建議要這樣子 我現在想說 不要穿得那麼皮體 你可以穿原住民的背心 所以這一點我想 在我們的文化基於部分 也希望我們的業務單位 也能夠多多的來去了解 另外的 對文化這個內容裡面 在這裡也是要跟我們的文化局 也能夠稍微都關心一下 都關心一下 在有一篇的報導裡面 對於文化的部分 我想我們文化局的 盆局長有講一句話 就是一個城市沒有歷史沒有故事 就沒有靈魂 一個城市沒有歷史沒有故事 就沒有他的靈魂 所以每個縣市裡面 都有他自己的一個節慶 跟活動 跟文化的一個記憶裡面 我想我們基隆市原住民的 聯合風靈祭 應該也是包括我們的文化節慶裡面 所以我看到我們 鄧局長講了這樣的一個 一句話裡面 所以深深的感覺 文化是非常的一個重要 但是在文化這部分 我想應該要多多的聚餘 來去做個考究 我想盆局長應該知道 我是要講了一個事件 你應該知道 我準備要講的是什麼事件 中研劑的那個事情 中研劑的部分這個事情 我想在這裡 我還是要請我們文化局長 雖然不是你監督的業務 但是在這部分 我看是由你整個文化局 來做一個主導的 所以希望將來這樣的一個情形 不要再發聲了 免得人家對我們原住民族群的 一個服飾也好 跟舞蹈也好 會有一些的一個 誤解在裡面 原來你原住民的服飾 阿美族是那種的 台灣族是這種的 兩個到島的就穿在一起 不曉得那是阿美的還是泰亞還是台灣的 有這樣的一個情形發生 所以我希望我們盆局長能夠多多的來加以注意 藉著就是剛剛我們有一個業務裡面 就是我們活肉原住民文化會館這部分 三次為止也跟我們民政處來提出 將我們原住民會館的一個活化 除了對於裡面的這些文物也好 從我上任在91年 當第一次的議員的時候 91年 在那一年的時候 就添過了我們原住民會館的這個文物在裡面 一直到現在還是這個樣子 歷經了十幾年 我想會有一些的文物應該可以陸陸續續的來添過 免得像剛剛我跟我們文化局長所提出的這個問題 到我們文化會館有沒有一看 不是還是原來的這些 我想在這邊的話 也請我們民政處 是不是對我們原住民這一塊會館這部分 不管外面的廣場的規劃也好 內部的文物的添過也好 希望我們市長能夠關心 甚至於就如同剛剛本席所講的 向我們中央來去爭取這樣的一個經費 這是我對於我們民政處 有關我們原住民的一些業務 當然還有非常多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想在私底下再跟我們處長 跟市長來多多的建言 有關我們原住民的一些業務 接著本席所要質詢的就是有關我們就業的一個問題 由於我們基隆市這邊是地宅 人又多 但是很多工業區都屬於小型的這種工業區 所以我們市民就業的一個職場裡面幾乎都是往外縣市 在我們基隆市這邊也是有 但是大家都知道通勤處這麼多就是工作地點都是在外縣市 所以在這邊在上個會期裡面 有提出這樣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報告事項 就是有關市府 如何針對本市市民高失業率問題提出 解決的一個方案 這個報告單位是社會處 就是洋洋灑灑的寫了將近五頁 大概這一本裡面寫的最多的 社會處 只有社會處來報告喔 但是本市很納悶 對於本市的高失業率 就是失業的一個情形裡面 這個業務難道只有單單是社會處的而已嗎 我想能夠這個高失業率這樣的一個情形發生 難道是只有社會處裡面能去關心嗎 我想處長 我想不用再問你說 你這個報告裡面五月裡面大概重點是什麼 這個重點裡面其中只有一個重點 就是增加在地的就業機會 我看這五月裡面它的重點就是 增加在地的就業機會 這是這個重點裡面 我想如何增加在地的一個就業機會 這個只有你社會處來報告而已 所以待會我可能還要問幾個處 有關一個就業的一個問題 所以待會社會處我再質詢如何增加在地的就業一個機會 還有 在我們第二次的定期會 有一個報告事項 就是基隆港這個業務 我們港務局在104年的10月14日正式啟動了MCC 使基隆港成為全台第一個集聘的轉口 港口 在裡面包括的單位有交流處 產發處 社會處 財政處 整個四個處 它的整個 它的一個 裡面的重點一樣 增加就業率 然後增加在地的就業機會 所以我才請問一下 我們交流處 處長 這個基隆港 港務啟動這個MCC這個業務 我們 你處長了解嗎 什麼叫MCC 這個不太熟 不太熟 這個是你們上個會請報告的 MCC 是什麼 不太熟 好請坐 我們廠發處 您處長 MCC 簡稱MCC是什麼 基隆港 港務 MCC應該它的意思是講 應該是 他把貨品來 來基隆港這邊的話 然後經過倉庫大概是分散 然後再診狀 然後再送出去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謝謝林處長 我想你 大概都 講到他的重點 我們社會 吳處長 了解嗎 MCC 報告成員 不了解 你不了解 那你們的報告書裡面 有交流處 產化處 社會處 還有財政處 我們處長 都不知道 你們提出來的這些報告的 這些事項 你們怎麼報告的都不知道 那就等於你們 我們持有 跟我們張崗會議員 所講的一樣 桌上寫一寫 然後牆上掛一掛 然後下一次拿出來 再拿出報告給我們 司議會就好了 抄抄寫一寫 再拿給我們司議會的報告 就好了 你們提出的一個報告 你們都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這等於你們 沒有去追蹤 MCC是多國貨櫃疾病作業 英文叫著 我不會唸 免得到時候 大家又說 % % 到底是哪一個對 我想 英文這邊 應該是簡稱就是 MCC是多國貨櫃疾病作業 大概跟我們 您處長所講的一樣 但是你們 四個處裡面 提出的就是 創造就業機會 跟我們增加在地的一個 就業機會 因為我最近 跟我們原住民的一些勞工 常常接觸 因為他們要工作的地點 很少是在我們基隆市這邊 為何 因為他們現在從事的 幾乎都是一些 勞動性的一個工作 所以在我們基隆市裡面 這種大的一個建案 非常非常的少 所以往往他們都是要到 外縣市 甚至於最遠的地方到新竹 甚至於最遠的地方到 羅東蘇澳 所以他們每天早上 大概五點六點 就從我們基隆市這邊來出發 我想這個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而且在這種的一個工作場合裡面 也很多很多的意外的因子在裡面 所以為何我要提出這樣的一個 就業力的一個問題 就陳儒剛剛我問我們社會處 產發處 交流處跟財政處 你們所提的一個報告 增加我們在地的一個就業機會 我想能不能請我們 剛剛我問的四個處裡面 各用兩分鐘的時間 要如何增加我們在地的一個 就業機會 首先先請我們產發處 林處長 好 議長 陳儀妍 跟陳儀妍報告 現在我們產發處 實際上就針對產業的部分 一直上我們是能夠創造 有一個條件 來邀請 就是來基隆這邊做重大的投資 如果做重大的投資的話 我們就可以增加很多一些就業的機會 另外一個就是說 政府這邊有一些 就是一些鼓勵投資的部分 就我們現有的部分 大概就是說 因為現在土地在做一些盤點 那土地盤點出來以後 大概我們就可以一對外招商 那也能夠去蓋工廠 那這樣就會增加一些就業的機會 那第三個的話 大概也是透過我們那個 就業服務站這邊 來辦理那個招商的相關業務 因為我們在有 雖然兩個 不大兩個工業區 那實際上 因為他們也一直找不到人 所以呢 由政府這邊來做一些相關媒介 然後來做一些就業博覽會 來讓這個資訊 讓更多的人 能夠去透明化 然後讓他們有需要求人求勢 能夠去做一些 很沒有 大概我們目前大概是做這樣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我們現在有一些 顯示了一些土地 然後要怎麼樣去做一些 合作的開花 就像我們這樣外招商那邊 現在就有一塊開服新生地 我們也一起跟北關 來去做共同的開花 然後這個開花 就會增加一些相關的就業機會 所以政府這邊的話 那目前因為資源比較有限 所以我們現在 目前這兩年大概還是在做一些 安全的工作 那如果說有工業區 他們如果說要來投資 來去購地 或是說要去設廠 那一直上我們這邊也成立一個 戰力的創造 來幫這些廠商做專案的處理 那也這樣幫他們找 就是說如果有這個信息 那也可以放出去 然後讓我們的市民 能夠因為一個工廠開工 需要一些熱地的時候 我們可以去做一些媒介 好 讓大家這樣說明 謝謝林處長 我想再請教我們交理處 有關這方面 增加在地就業機會 我想時間能不能盡量縮短一下 增加機會這個部分 其實在今年我們有一個大的突破 就是市長 在率隊到行政院的爭取 那目前針對郵輪的部分 工作的那個部分 已經大幅的放關 那這個部分在之前 是幾乎都完全沒有 就是到郵輪有一千多個人 就業人口 幾乎都沒有 但是現在已經 交通部已經放關 它針對有兩部分 一個是船員的部分 船員就是以前郵輪公司 要跟我們本國的那個 要去簽那個船員的協定 但是船員協定的時候 就變成全部要繳錢 那所以這個外國的郵輪 全部都不願意聘我們本國的船員 到目前我們就幾乎沒有 但是這個已經放快了 那就是說 它只要跟任何一個國家 類似像挪威跟日本都簽了 它就可以 所以目前為止 後面的船員都可以 進入我們本國 那事實上是 也不限基隆 但是這個對基隆 在地來講 會比較有力 這是第一部分 那第二部分的話 針對那個工作人員 就像端盤子 那些服務人員 但是他不是船員 那這部分的話 以前規定就是你也要是船員 才能上去 收船員的去 但是現在已經也是放寬 那他已經 管理規則已經修訂了 那公佈 那原則上1月1號 就可以實行 比如說 要具備一些基本的 語文能力以後 那原則上 我們的工作人員 就可以上船去 所以這個對我們後續的工作機會 會有大部分的提升 那謝謝我們李處長 我想再救教我們社會處 因為對於高師業力 跟這個MCC的業務 我們社會處都有報告嗎 跟陳議員報告 我想這個關於這個 就業的一個提升 社會處的做法 大概是兩個方面 那第一個的話 是在這個就業的媒合上面 就是所謂的這個就業博覽會 那從今年開始的話 這個不只我出席 包括我們產發處長 也一起出席 我想這個是一個 努力跟一個宣示 就是說從最上游的這個把柄做大 以及到最下游的 如何讓想要找工作的人 找得到工作 這個東西我想把它整合在一塊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的話 是在社會處 他能夠做的東西 是在這個職訊上面 因為我們不知道 現在整個產業結構變化 其實也蠻大的 那傳統原住民所這個 比較常看到 比較集中的這個職位 也不見得是年輕的原住民 他們會喜歡再繼續做 所以在整個職訊的一個 類別的開發上面 這個也是我們在努力的一個方向 以上說明 謝謝我們吳處長 希望我們基隆市 能夠創造更多的一個 就業的一個機會 我想在這方面 還是要先聽一下 我們市長對於創造我們在地的一個 就業機會 跟能讓我們的失業率 能夠降低的話 我想市長這方面 有怎麼樣的一個看法 好 謝謝陳議員的全訊 第一個是 其實我們現在 如同日前 我跟這個大會報告 我們基隆市的失業率 現在是大概是3.9% 那在全國裡面 大概 過去的話 大概是最後 大概是掉車尾最後 倒數第一名 或者倒數第二 現在大概是在中間數 大概是在中間數 那 這大概是第一點 所以 我們基隆市現在的失業的狀況 這個 不像過去說 是最後一名的狀況 大概是在中間數 那第二個 我們大概在努力創造幾個東西 第一個 你最後要產生就業的話 整個城市的一個基礎環境 必須先建構 那所以 這個 我們包括交通的便利 還有包括一些 投資的一個區域的一個整理 等等 這個大概是我們在過去 一兩年時間的一個努力 那另外就是 我們剛剛幾位局長講的 就是創造那個投資的一個條件 那並且引入這個重大的一個經驗計畫 那重大的經驗計畫 那重大的經驗計畫 我想大概在我們這一兩年的 這個市政總報告裡面 大概都有做了說明 那這一屆的 這一個會期的市政總報告 我想 這些 所謂的基隆市港再生的標關計畫 其實就是 我們整個市港再生的一個最大的 一些計畫的一個內容 那期程也都已經訂定 那接下來其實就是 產業的部分 也就是 我們宣示 明年是基隆的產業振興年 因為唯有投資 以及這個產業進來之後 它才會產生相關的一個經濟 或者的動能以及產時 那產生就業的一個機會 所以這個大概是 我們在處理就業 處理經濟發展 大概三部區 那明年是一個關鍵的一年 謝謝 謝謝市長 希望大家能夠多努力 剛剛提到一些勞工的一個問題 在我們這個主計處的一個統計所冊裡面 有一些也是我們 屬於勞資一些爭議的一些部分 在這一點裡面 還是要督促我們社會處 因為我們勞工往往都是處於在弱勢的部分 他們 就所謂在我們法律上所謂的 福氣不平等 如果在勞方跟資方有這樣的一個爭議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我想有時候我們勞工往往是束手不測 都不曉得要怎麼去處理這樣的一個方式 我想我們社會處也有一個勞資爭議的一個處理的一個單位 是不是有嗎 這部分是有 但是 但是 在這麼多的一個勞資爭議的案件裡面 我想這樣的一個勞資爭議的處理的一個單位裡面 它的業務能夠符合嗎 就是這樣有勞資爭議的情形發生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 稍微解釋 跟這個陳怡遠報告 那個勞資爭議的話 我們現在看到的狀況幾乎都是這個 申訴跟檢舉或陳情等等之類的 那依法的話我們一定要受理跟調查 那後面它有相關的一個機制 譬如說這個勞資爭議的一個調檢 那這個調檢如果這個不成立的話 那後面大概就是司法訴訟等等之類的 那對我們在行政上面的話 我們這個相關的勞動保護 我們這個東西也都會這個進行相關的一些配套 譬如說像勞檢等等之類 那這方面我們會這個持續努力在做 跟這個陳怡遠這個做說明 謝謝處長 除了勞工爭議之外 我想我們勞工很多在職場方面 會有一些的職業傷害 這部分有時候他們自己 對職業職在部分的一個申請 有一些不了解 我也建議我們社會處 是不是也能夠有這樣的一個單一窗口 能夠對勞工有一些疑問 能夠直接就打到那個窗口裡面 免得他們私處還要詢問 怎麼去爭取他們的一個權利 在這裡我請教我們社會處 我們基隆市有沒有成立一個勞工權益基金 有沒有這部分 跟陳議員報告 目前還沒有 目前沒有 而且我們桃園市已經有這個勞工權益基金 就針對我們在勞資申利跟勞資職在這部分 會補助於他們 譬如說是傷害補助金 或是在訴訟方面的一些訴訟的費用 等等的部分 我們桃園市也成立了 我也希望我們基隆市為勞工這部分 也能成立這樣的一個勞工權益基金 謝謝我們補助長 接著是要來執行的就是有關我們基隆市的一個觀光 我們市長一直對於我們基隆市將來的我們郵輪的一個勞工 而且我們市長在這個月的台北國際旅展裡面 也在那邊跟所有的來說明說 基隆已經是台灣郵輪的一個母港 因為每年我們大概有75萬次人數以上到我們基隆市來觀光 而且我們89%裡面 郵輪大部分都是從基隆出港要不是停泊 基隆是一個漂亮漁人的一個海港城市 一個海港城市 但是有時候會發現到我們郵輪一進到我們基隆港的時候 但是所有的一個觀光客並不是直接就到我們基隆來做一個消費 甚至於整個遊覽車就包到我們外縣市裡面 所以在這邊對我們觀光這部分 對我們基隆市是非常非常的一個重要 因為我也看到很多外縣市的人說 基隆市一日遊的話大概可以往哪個地方可以玩 一日遊基隆 這個網路裡面 基隆一日遊幫幫忙 我說桃園的要來基隆玩的時候 我要一日遊幫幫忙 我要去哪裡玩 所以像這樣一個觀光的一個業務 我想我們交旅處還是要多於努力一下 因為我看到他回答的 就是 都是 就等於在網友裡面幫忙回答的 並沒有我們這些交旅處的一些 觀光的一些資訊 因為我每次上我們金門縣政府的一些觀光導覽裡面 只要你一上網 整個觀光的一個導覽觀光地圖 不管你是屬於戰地的這個風光也好 或是在文化也好 只要你希望是朝哪個觀光路線的話 一點上去就會行得到你去觀光的一個路線 所以在這邊我們還是 市長也一直提到 基隆市對我們觀光是非常非常的一個重要 而且在這邊我們也爭取到 像我們大基隆歷史場景在線的一個計畫 有八億多元的一個金會 內容有包括我們大沙灣地區 所以在這邊我還是要重申的請市長 還是要多努力的 就是在我記得今年 對我們和平橋已經決定要著色 但是到現在一直 在我服務處裡面每天就看這個和平橋什麼時候來著色 但是到現在都好沒有動作 大家一直希望能夠看看我們的和平橋 將來是怎麼樣的一個 這個一個旋律的一個橋墾裡面 我想這部分能夠請市長能夠再督促 另外我們剛剛就是我所策劃的一個自行步道裡面 就是從我們的救餘會到海科館這部分 也希望能夠早早的能夠加移的能夠實現 因為觀光確實對我們基隆市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這邊還是給我們市府團隊能夠加油努力 其次我要詢問的是我們公務處 公務處 在我們會期裡面有討論到 有關於我們新風街三林山巷 到我們八斗山莊這條路的這些事項 在上一次的報告裡面 公務處有報告 那是不是公務處長 你能不能稍微說明一下這個案子 新風街三林山巷到八斗山莊這一條 謝謝陳議員的指教 有關於八斗山莊到新風街三林山巷這個案子 因為這個案子是在十年前的規劃 所以相關的時空背景條件大概都跟以前不一樣 所以目前的政策 市長 時空背景 那個我不要再提到時空背景 我在詢問了現在目前的一個進度 下個月我們就會分區來召開說明會 像八斗山莊這個區塊 我們會特別來去召開一場說明會 然後也聽聽地方的意見 因為對於這條道路的興建 西風街這部分我們也討論過 但是在八斗山莊有很多的一些居民 他們也希望有一條給他們一個便捷的一個道路在裡面 因為你也知道八斗山莊這個社區裡面 他們唯一通道就只有一條條爾街290項 而且他可能是10項 一個10項 連我們公車上下出路都非常的不方便 我想這點我們陳處長 陳公車處處處長也非常非常的了解這個情形 而且我想也是公車處一個很頭痛的一個問題 不管一到假日也好或是一上下班也好 八斗山莊290項這條路 兩邊一停車公車可能上下都非常非常的困難 而且交會會車的時候非常非常的一個危險 所以他們希望能有另外一條道路給他們 讓他們交通方面能夠更便捷 甚至於也把這個地區的一個社區帶動起來 能夠發展起來 我想這一點請我們公務處能夠加強你的腳步 這個是會興建吧 不會說經費全部被收回去了就沒有效果 中央市滾動市的調整 我們有比較好的方案出來的話 還是會繼續來推 好的方案會繼續要推 能不能再說明一下什麼叫好的方案繼續來推 是要做還是不做 要不要做的話 就是看地方的整個共識到底如何 到底要解決什麼樣的問題 因為我們原先提的那個方案大概 沒辦法解決就是興豐街那個區塊的問題 然後針對那個調和街290項的部分 我覺得我們可以再去思考有沒有其他更好的解決方案 所以我跟處長有曾經跟你撥通過 興豐街這部分目前還很多的意見 正反都還很多 但是八斗山莊這部分 你有沒有去聽一聽他們的意見 可能贊同的大部分都是希望能開那條路 所以我要跟你建議過 如果興豐街他們正反意見還那麼多 如果阻撥那麼多的話 是不是可以八斗山莊這一條你先興建 我曾經有建議過這樣子 可惜不可惜 因為它是整個是一個路網的串連 目前來看的話切割上是有困難的 那我們八斗山莊只要永遠等興豐街這一塊通過之後 八斗山莊才能開闢嗎 是這樣子的意思嗎 那八斗山莊這邊的地區的 八斗山莊不知道 內部是有自己的那個計畫道路 只是說計畫道路的部分的話 我們再提出來整個去通盤再做個檢討 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替代的方案 能夠在 是一個 一個循環的一個動線 不要說因為受限於路幅比較窄 那邊彎度比較那個 轉彎的彎度比較死角 我們會來克服來改善 處長你說將來要舉辦這個公聽會 我是希望越快越好 因為當地居民的很多的環境的新生 對這條道路也期待了很久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就是我想也是道路的一個問題 在我們基督區長安裡 就是長安街這部分 對於長安社區這部分的出入口 我們莊處長知不知道長安街 長安街知道 只有那一條而已 長安街 進出只有那一條 但是那一條進出的 有時候跟重車會同時 旁邊就是一個貨櫃場 他們進出有時候跟重車跟車子 會互相的來增道 如果一立燈的話 大家會同時進入的時候 會非常非常的危險 而且長安街就是只有那個通道而已 進出是那個 又是彎道這麼多 彎道這麼多 非常非常的危險 而且它的入口 入府很小 入府很小 所以本席在這邊建議 是不是這條道路 就是建議必須要改道 希望能夠結彎取值 剛好請我們公務處能夠原理這樣的一個方案 長安街這一條 長安街這一條 既然處長也知道了 我們希望處長能夠去思考一下 謝謝我們處長 剛剛我也提過 就有關我們社會住宅這部分 在我們上一次的臨時會裡面 追加減預算裡面 我們有通過了一筆150萬的 新建社會住宅的一個規劃會在裡面 我想社會處處長 是不是你用簡短的來 我想應該時間的關係 大概也沒有 都發處 都發處 因為時間上 因為沒有多少 我想對有關社會住宅這部分 到時候我再就教於我們都發處的 許處長 另外我本席有提的一個老屋見檢這部分 剛開始你們有樓層的限制 現在只要限你88年以前 不限制這個樓層都可以申請來見檢 我想這個是一個好的一個政策 我想因為時間的一個關係 在這邊來就教我們 對我們市政 跟我們市府的所有團隊 來執行 我是希望 本人就是希望 我們的基隆市能夠 越來越進步 越來越好 就如同我們市長講的一個 讓每一位基隆人 因這座城市而驕傲 最後用這個時間 我要讚許我們 吳處長 他的小孩子 現在目前在學習 安美族的族語 就幫我們原住民族語的傳承 有貢獻 再讚許我們吳處長 看可以的話 給他拍攝一下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謝謝我們陳明健議員 我們現在休息 然後十分鐘後 由張芳麗張議員實證總之選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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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時間由我們張芳麗張議員 市政總之選 計時開始 謝謝議長 市長 李秘書長 市府各個單位主管 市府各個單位主管 我們媒體先生小姐 大家有安 沒什麼精神喔 再一次 有安 好 這樣嗎 兩小時來接觸 讓大家這樣 神經緊繃 所以 再接下來這小時 由我來做 市政總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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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個事情就是 我們市長 是城鄉 轉家的 一直說要推動 我們這個 館公 但是 街人的這個環境 大家都知道 我們是 有山 有海 我們是 以前我們 想要推的 館公 到底是 扣山還是 扣海 因為 這幾年來 我感覺 我們 酒兵的這個 道路 很方便 去這個 高軍 金貴州 的這些 好朋友 都會 經過這條 快速道路 提供 提供 他們想要求 這個 目的 如果 要去海邊 金山萬里 也是 很多 台北的朋友 也是 靠這條 六二 快速道路 所以 我感覺 說 我們 交通 越方便 我們的交通 網越方便 所有 駕駛本身 館 大 是什麼 東西 我們要來 推動 館公 到底 我們 館 有什麼 特地 花館館的人 來 跟我們參觀 我 這點 我來 先請教 我們市長 說 你一直在推動 館公 到底 我們 駕駛是 有什麼 讓人 特地公 來駕駛 去圖 來館公 我請問市長 謝謝 非常謝謝 那個 張議員的 觀光 觀光很重要 不過觀光是 一個整體的 一個面 所以 不外乎 點線面 那第一個 是整個金融市 城市環境的 一個整備 因為 整個夏季 很髒 很亂 或者說 很沒有條理 交通也不方便的話 這個城市 這個 說要發展觀光 是很困難 另外 第二個 就是說 整個城市環境的整備 也包括 這個 就是說 對人 友善的一個環境 這個大概是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方向 第二 就是 點的一個整備 我們過去金融市 大家經常在說 這個 要去哪裡觀光 那我們其實在過去 滿長一段時間 我們的很多的景點 跟其他的縣市相比的話 其實是已經有落差了 所以 可能在二三十年前 是很夯的地方 但是 在最近這幾年 大家 講不講講 沒有什麼處理 所以都往兩邊的 這些地方去跑 包括剛剛特別提到的 九份 金瓜石 東北角 以及這個 野柳跟北海岸 這些地方 所以 我們現在市政府在努力 就是說 以市中心的整備為核心 然後跟兩邊來串接起來 借力使力 也藉著人家的事 借人家的力 把基隆這個帶動起來 那所以 環境的一個準備 第二個是 觀光景點的一個準備 那觀光景點的準備 有幾個部分 現在在努力 一個是 包括海科館周邊的地區 所以現在 前幾天 議員也在關心 就是海科館周邊的一個交通 因為人流開始進來 所以交通環境 這個的壓力開始變大 這個大概是一個 就是說有一些效果 那第二個就是 我們現在在進行的 包括整個 所謂的 這個希望之秋 也就是中正公園的 整個的一個 重新的一個改造 因為中正公園 說實在是很重要的一個景點 那過去也是非常知名的 包括竹谷台 還有包括我們那個 大佛像 都是看港 看景 看海 最好的一個地方 那這一部分 已經在做努力 那這個 我印象應該是 這個禮拜六 這個禮拜六 在這個中正公園的 三角下的那個防空洞 現在要把它重新打開 那這個也是 我們對於中正公園 這個觀光的一個 整體狼帶的一個 擾動的一個 計畫的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 我們也把這個 東北角 把這個外幕山的一個海岸 和和平島地區 來跟這個北關處 來做一個合作 那把他們的資源引進來 這個也是在做環境整備 努力的一部分 那另外就是現在呢 包括成績轉運站 也就是整個的交通的一個改善 這個其實也是觀光的一部分 那另外是現在文化局的大航海歷史場景 的一個狼帶 這個其實就會牽扯到 包括我們的法國公墓 還有大沙灣 還有二沙灣砲台 還有這個威海營區 對不起不是威海營區 光復營區 旭秋山以及整個河濱島 還有在去年的時候 我們基隆市的那個舊漁會大樓 現在也正在做相關的一個修復的一個計畫 那這個都是這個觀光景點的一個整備 那另外就是自行車道的部分呢 過去在基隆市斷點 那現在也初步把它連接起來 那剛剛張議員有提到 是山還是海 其實也是山也是海 所以包括我們現在有 清理了兩百多條基隆的這個步道 那在今年我們會把它濃縮 精簡到篩選到剩下二十條 那明年會開始進行這個步道的一個 整建的一個計畫 大概以上的報告謝謝 好 非常感謝市長 你本來有做功課 但是你所說的 這麼多的這個堂 要讓人去觀光 但是最重要最重要的地方 我們有停車的地方嗎 因為來觀光 不是說我走路去 才是我塞了一台租用的去 大部分我們是想要吸引 keep in這些遊覽客 遊覽車 我們常常的北部 都每天每天幾乎差不多 遊覽車都往南部去 我們是不是要把南部的這些朋友 吸引來的我們家人 但是 我們就沒有那種的地方 我們知道 讓人做床車的空間 這點 你要做非常非常熟的這個市場 因為要做觀光 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去人好一個館市 人好一個館市的這個觀光點 這點的停車的地方 都非常熟悉 非常熟悉 絕對不可能是 圓圓圓圓圓的 才是 這樣非常悶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一定要找出 我們的 快點在那裡 為什麼 這麼多遊覽車 無法到家人 來做觀光 這種工作 我們剛才聽到市場 有做很多 跟我們解釋說 我們家人有這麼多店 跟我來 供應我們很多 觀光的路客 但是 家人 有 很大很大的 一個課信 就是我們當初 那時候的政府 的政策 我們把我們很漂亮的這個 這個 這個河 上面 來起床 人說 人是 這個大動脈 大條肺筋 若是有通 這個人 身體會用 這幾條河 上面 不管 去旺起床 就是定義 我們把這個人 這個 大條肺筋 把它 抬起來 這樣 你看 這個生肆 會不會 會不會進步 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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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 這個 這個 休川河 跟這個 南明河 上面 的這些 祖河 我 一直都沒有看到 我們市長 這個 市政的報告裡面 有 人河 提出 要改善的方向 都沒有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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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是不是 市長的 這個 觀念 人類 這就都 不要把他當中 是最好 這是 我們 市府團隊的人 沒有把市長 建議 說 這兩條 給我 上面所建的 房子 已經是 非常 非常 危險了 大 給人 是 一種 惡草 的 流水 你看 我們休川河 靠近 這個 海洋 工廠 的 附近 附近 我們辦一個 外島 站在那裡 有很多 朋友說 這個 氣味 是暗島來 什麼氣味 是 草味 是暗島來 蚌蚌 蚌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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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蚌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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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蚌� 市長說看看 說你有最過要把 當好大樓上面的祖父 跟協傳給上面的祖父 如何來處理 謝謝 好 謝謝張議員的指教 我想這個課題是很重要 而且是一個非常嚴肅的課題 剛剛張議員所講的這些 其實都非常的正確 對於一個城市來講 最好是誰的環境能夠存在 這是一個最好的城市環境的條件 不過也誠如你講 現在上面是蓋滿的房子 包括當大樓家的房子 做小孩的時候就有了 旭川河上面這三棟 應該是我念國小還是國中的時候蓋的 現在大概是有幾個問題 第一個是說 這兩個地方上面都是私人的一個產權 而且現在也正在運用 那旭川河上面的三棟 雖然一二三三樓的部分 可能在有許多的空限的這些房子 不過在一樓的部分 在這個晚上卡馬店的時候 說實在是滿滿的 所以它是非常高度在利用的一個地區 那不過長遠來看 當然我們是希望說能夠做一個處理 不過這個也必須要凝聚地方的一個共識 那怎麼樣把條件創造出來 是比較重要在這個階段 那我們現在在做幾個事情 第一個就是水的處理 我們基隆港 每條河川 一個是填寮河 所以過去市長都要去弄填寮河 那旭川河 西定河跟南農河 還有一個五條港 另外一條 那我們集中講這四條的話 現在就是在我們市政報告裡面 有特別提到基隆港的 港域的水環境活化的這個計畫 我們先制標 那希望在兩年內 中央能夠給我們支持 大概是五億的預算 先把水的問題先處理 那我的方法是這樣子 就是說以前都是為那個最困難的 開始做 可是它必須要花的時間是很長的 那第二個它需要那個污水下水道的一個配套 那個真的是需要五到十年 甚至十五年的一個時間 遙遙無期也看不到 那但是我們短期的話 大概兩年內 把這個做晴天的一個節流 節管 那另外是在西定河的那個大的轉彎的這個地方 做一個水的一個初步的一個處理 還有垃圾的一個攔截 那另外我們現在就是說 把它整體規劃好 那我們會先從 我們可能會先從南農河先來做處理 因為南農河相對上它是比較單純的 所以我們現在的這個計畫 會從南農河的比較上游的地方 就是這個叫做過去的南農的那個黃昏市場 在這個地方開始做整個水環境的一個整治 一直處理到下游 這個計畫有一個重要的一個目的 就是先讓我們基隆人 讓大家看到說 原來我們基隆人的水 我們的河川是可以變得這麼好 環境可以變得這麼好 可以運用 那這個會形成一種動力 讓大家有這個意願 進一步去做其他的 包括剛剛來講 就是說這個河川上面加蓋的這些房子 進一步的一個處理 這個大概是我們現在正在努力的事情 就是說怎麼樣把這個有利的一個條件把它先創造出來 好 謝謝市長 等於你把上游都處理得很好 你知道下游 西定河 南農河是直接到旭川河 他的出口是在劉川河 劉川河 劉川河的腳 茫茫茫茫看不到 也沒辦法去處理 你上游弄到那樣 那樣那樣漂亮 有露營 我齁 我是感覺啦 因為 那個川河 已經是一個 非常失敗的這個政策 但是 失敗的政策已經做下去了 我們如何來把這個失敗的政策 用這麼長的時間 因為那時候民國六十八年就已經 那時候應該你是在特修校 我已經嫁來這裡了 所以我們兩個年齡有差一點了 所以我是感覺 人好事一定要有一個開始 要有一個開始 再有一個結構 我們如果有開始 無論這個時間多長 但是我們曾經有開始過 所以我想在市長 還在這兩年的年來 應該也沒辦法好好來處理 劉川河和南明湖 上面的這個組合 所以我這點就是要把 我們 蓋上 劉川河上面的這個組合 大家說放心 沒那麼快 謝謝 我在那裡 還要來 幫我們 市長 說我們 其實 我們現在的基隆市 我們的民調 已經有提升 說實在 以我做議員 這麼多年來 你這邊的民調提升 並不是 並不是說 你對基隆市的建設 有做 什麼樣的這個改變 只是 比較少人 幫你批評 比較少人 幫你批評 所以 你不可能 為了說 我的民調提升 就 就 這樣 暗爽 這是我 自己的建議 因為 人 人 都是這樣 你如果一個人 哭老 十的人 歐老 一百人 人就說你做得好 你如果一個人 兩個人 一百人 跟你欠 人就說你做得不好 所以 人家說 人家最多 人家最多 因為市長 你不做過的行政修長 所以做行政修長 有一點很重要的 我提供給你 很重要是什麼東西 就是尊重 就是尊重 如果你是不尊重 對方 我相信 對方也不會自己尊重 自你年市長以來 我非常沒關係 在意會的一件事 就是我都看到 很多的我們這些雍書 我們這些武書 所提出的執策 所提出的執策 這些聲音都沒有去 都沒有去 所以這不是一個好現象 不是好現象 因為過度的暗暗 過度的暗暗是個陰氣 八成的這個發音感 因為八成一向都聽到 有很多人 有很多我們這些反對黨的人 在那個 集中的這個政府 但是 這兩年來 我 我 我 很肯定 聽到 我們議會 還有這種現象 我一向這順 我很肯定 我很肯定 說我不敢叫 我們 八成的人 像八成台 我不敢 但是 這種好現象 已經沒有去 沒有去 我 這樣你 想 人 感覺會進步 因為沒有人 通過拿出很嚴格的資質 我相信 國民黨是一種 非常穩順的這個政党 你叫他燒焦 他不肯 你叫他燒焦 他不肯 你叫他燒焦 我們 曾經 以前 總統 那時候 來到嫁人市 最次無形的是什麼 最次無形是 警察局 七十八十就要 要 趕緊要來 大家 要來比差 做什麼 安全的維護 就聽到人 說 趕緊趕緊 你要趕緊去 把某某一個 議員 安保好 顧好 不肯 不要讓他 添 現場 發生 衝突 但是 這些武術已經都不起來了 這些武術已經都不起來了 因為 這次 我們有聽到說 我們的副總統要來 國民黨的這個 統籍的議員 說 要來控制 要來做什麼 有沒有 沒有 大家都很尊重 啊 那是我們的總統 我們選出來的總統 我們要尊重他 對不對 我們都要尊重人 啊 那是我們的總統 不論你 後面你怎麼把他評平 但是 民對民的時候 我們就是要尊重人 這點 我是要提供 都讓我們 尊重 做這種動作的 這些朋友 大家要 非常尊重 因為 尊重也是一個 我們 古早 讀書的時 我們的校門口 和校門口 都有四日 都有四日 而是呢 累於念砌 你們能不能說嗎 我相信 年輕的 可能說不出來 廉恥 叫念砌 所以我們英國 都說累於念砌 但是這次呢 有嗎 沒有 甚至我們的科技越來越發展 人和什麼話都可以在你的手機裡面 不大不小不可以都沒關係 我們沒有一個官党 通過人家喊這個人說你不能這樣 連總統或什麼話都可以拿出來小憲 所以啊社會的這個組織不提醒 所以有很多老伙子有時候在開港 說以前日本時代的時候 你讓日本人來把我們關折的事 我們是這麼乖 這麼聽話 我們的菜籃也很少 不敢跟老大東西 因為為什麼 因為他們處法的方式還是非常非常怕人 這個菜籃是要獨正頭 所以比較沒有人會去想 就說我要用這種方式去跟他們討 去跟他們唱 所以很多的這個壞事就沒有人會做 我是住房間 金山的住宅 我們英國是唱電湯 電湯你們知道嗎 木板 都要唱電湯 早上幾點要起來 五點六點要起來 做什麼 掃手掃一下 掃肚子 要掃自己的肚子 放這裡掃大路也好 以前很少有這個 寬佈教有很多 這些人在替我們掃 但是現在不是了 我們有很多 寬佈的這個朋友 來替我們掃肚子 又快點有人說 喔 我們這裡的肚子 垃圾到這樣 你們怎麼都沒有來掃 你們這裡 你看到的地方 你知道嗎 你敢不敢拿一支掃手 稍微掃一下 這就是公共土地的問題 所以越來越來 這個公共土地的工作 已經有很多人在做 所以我在這裡 就是要把市長拿出來 呼籃 呼籃 我兩年來 我很少聽到 聽到市長就說 喔 呼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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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呼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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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們都高高做會 你們不在做監督 但是有時候 表面上 表面 你也是要這樣 稍微說出來 讓我們高高做會 對不對 對不對 雖然 我們那個官方 大家不說 該理想 不過 你在市民的 面前 你也要表現 說 我有包容心 很多東西 人家說 輸出 優因 要有原因 人家 人家 我們為了 市政府要改建 哇 開了很多很多的會議 找了很多很多的地點 但是 我們這些民意代表 議員 有什麼會 有參與感 有參與感 我們就參與感 但是 忽然間 有一天 我們看到報紙 才知道 喔 怎麼市政府要刷 要刷 要刷 刷刀 但是 這個聽習 都做好了嗎 這個聽習 並不完全做好 但是報紙 已經有 都 齁市政府 現在要刷 去的桌子 你知道我們八十 看報紙 就說 你們市政府要去的桌子 你們怎麼都不聽你們說 所以這點 這就是 苦悔 沒有溝通 溝通 之後不好寫 我會去的 那塊土地 我們財政處以前 不是 變多少 我們那時候 要賣 對不對 我們有變 以算 稅入的預算 是不是說 這一塊土地 我們要賣多少錢 對不對 處定 是不是 我們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 有做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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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我這塊 要賣10億 我這塊 10億的稅入 在我們的稅入裡 啊 我們只有 稅出稅入再平衡啊 是不是 這樣 我請問我們 處長 我們那時候 是不是有變這條 醫生 那可能是 以前編的吧 我手上 沒有編過 你手上 沒有編過 曾經 沒有曾經編過說 這塊土地要賣多少錢 然後來 當作我們的稅入 這個 以前 我沒有去查 沒有去查 你去查查看 我記得有 這樣我們不知道 有法度 去跟他們做錢 說 我就 我就有 這麼的祝禪啊 我有這麼的祝禪 我才可以跟他們做錢啊 啊 我們這塊 大家都說這塊是金雞母啦 我上入口 啊 我們經燃 把金雞母 這樣這麼簡單 就把它撞到破 就把它煎煎的 插插的 所以喔 我也建議市長 這點 要做 更加 最小的 這個兵戈啦 雖然 補助是這樣寫 但是補助有時候 寫出來的事情 會跟事實 很多 都不一樣 就像我們這次總統一樣 我們 美國總統 選出來 人家說 那位說跌破眼鏡 我說 那怎麼有需要跌破眼鏡 美國是一個 這個民主的國家 非常非常 性修的 一個民主的國家 台灣雖然是民主國家 但是我們 還沒這麼性修 很多事情 市長 當然 你可以做 決定 因為你是市長 你有這個權利 我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 我市長 到台下 你們就要 大家要跟我做好 這是市長 最好的 最好的 這個武器 因為市長這兩次嘛 所以很多事情 憑憑啊 我是覺得說 你既然有這個權利 你就要好好頂秀 你的權利 好好來摧擁你的權利 高雄 他加班 曾經 他們家 做管長的事 他說過一句話 他說 我管長 我是民選的 我當然要保護我的這些管民 公務人員 公務人員 是口齒的 你們是口齒之外 所以 你們要尊教 發靈 所以 那時候的高雄 各種建立 很多 他都不聽 為什麼 為什麼 高雄 土地也很高 但是 有很多 為是 他們所有的 為中建中 因為有很多 都 起的 慘中 那時候 還沒有農聖 還沒有農聖 那是 經過很多年後 因為他們 一直努力 努力 農聖不是按 我們北部 那就是按 南部 那邊 再來 立這個法 有農聖這個法 但是 我在這裡 講這 我是要跟市長說 可以很簡單的 做的工作 你不必 農得很複雜 你農得很嚴格 外面 也是一樣 大家 也是跟你接意 說 你沒有公平 你已經說 我就用口齊的方式 所以我在這裡 要跟市長說 跟你建議 為甚麼 社會上 這段時間 事業的人 比較多 因為我們台灣 本身 我們有很多 這些朋友 有時候 他不貪吃苦 他不想做 很粗重的工作 我們只好 去請外勞 所以我們的外勞 這個人口 有很多 但是 為了我們 最近 市政府 說 發生的一些 方向烏烏烏的事情 我跟市長報告 你能夠 非常 方便 和而且 而且 不會讓人 自己 接意 說 你沒有公平 你就 把這些 工作 拔拔 讓我們 議會 這邊的代表 讓他們去 頭髮痛 這是我 給你一個 很好的 建議 讓他們去頭髮痛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不用你自己 擔 你自己擔 那麼多 有時候會擔不去 因為 人口很重 我是 良心的建議 良心的建議 因為 我 很希望 雞人 可以 變得很好 因為 雞人 是一個 非常 鼓勞的 生肆 他的故事 有夠多 我們 我們 在座 大家都 知道 出國過 我們 我們去出國 是靠這些人 靠 靠 杜油 杜油 為甚麼 我們都沒有 發揮出來 我們以前 雖然說 我們 和平党 情人 這次都 擔 我們的 法官 要不保護 法官 進政 也是最大的 基隆 但是 我們有做過 真 最多 的導覽 並不 我們 法官 很多 的觀光店 讓他們的 導覽 都非常 用心 和打招 做 最大的 介紹 但是 我也 希望 紀念 法官 來 接管 他們 這次 也很 用心 在了解 基隆 市 我們 這幾個 經典 要做 如何 來 跟我們 介紹 他們如果 介紹得很好 就帶動 我們基隆市 的觀光 的 行業 所以我希望 說 如果 我們的 焦旅處 處長 有更好的 關係 就是 他們 經典 的 資料 麻煩 可以 提供 因為 很多 導覽員 也要 很需要 了解 我們很少 的 可以做 介紹 我也聽過 市長 我剛才說 法國公盟 我希望 每年 如果 我們 要去 法國公盟 做 座牌 時 看是 要用 新婦 還是 要用 募書 不要用 道具 因為他們 聽不 因為他們 聽不 沒有 都是 外國 他們 信用 不是 復告 不是 道具 所以 我是建議 我們 要去做 七月 座牌的 工作 我們 叫 牧師 叫 神父 去做 彌製 做 禮拜 不要再 叫 道具 去那 去那 行 聽不 這是我 跟你們的建議 因為 這樣啊 我們 雖然是 要讓 外國的朋友 可以 抵渡 但是 你的抵渡方式 也要 正確 你不可以 越抵渡 越走越遠 這樣 對我們來說 也不是一種好的現象 不是一種好的現象 所以 你 要來 住 極欄 市 這 三十七萬 十一 住行 其實 說起來 可以說 是很簡單 但是 也可以說是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 每天 我們 極欄市 很多 的 這個行業 都是 一直在 末路 沒有路 去了 我記得以前 林愛區 還很努力 我們 好四路 好三路 中四路 還 暗時 在那 電費都 還更贏 但是 越來 已經 越晚 尤其 等於 我們這個 水道 要出來的時候 看到 極欄市 怎麼暗漏漏 我希望你們可以去試試看 在那 晚上出 那個隧道的時候 看到極欄說 欸 這敢是一個 一個國際艦航 應該有的 這個現象 因為國際艦航 應該是要非常 非常 非常 鑲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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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鑲 唐鑲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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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鑲 大家齁 我知道你們都很打拼 你們如果沒有打拼 你們不會這樣 大家都很緊張的 緊張什麼 緊張說 阿拉議員不在乎這頓什麼 要趕緊把他清洗一下 我幫他做作業 我說你放心 不用 因為 我所要把你們 現在的東西 應該都是在你們的頭部 你們都知道 我不會偏離 我們這個主題 因為既然市 回去來 受到 我們 這個大環境 的這個改變 屬於我們既然市 沒有辦法 跟我們 既然的這個 館市 來比較 我們都知道 我們有哪些苦海 我們有哪些苦海 我們家人 說出產的這個海傘 我們也是 沒有好好來利用 屬於人 新北市 把這個火市 三點 把他們插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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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們每一個館市 每一個館市 他們都有他們每一個兄弟的特色 所以 我在這裡 我現在不是 我現在是 要把我們 市府的團隊 你們把你們 最再 了解 對你們的本 本身的這個 局處 最了解 對基階人市 最優利的 拿出來給市長 拿出來給市長 把你們十八半的目的 都電電出來 因為 市長一個人 他無法 去了解全盤 他需要的是 要的 我們 製造 各位 你們的 認識 跟你們的地匯 來協助市長 跟基階人市 做得好 有很多的東西 不是 我們老百姓 拿出來 之後 再讓你們來 做參考 一定要 你們要站頭前 需要你們的 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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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 將來 是一個 非常 人家說 小 又漂亮的地方 不然 我們一家 就告訴我們 要選舉的時候 再來法靠佛 我說 我選過八邊的選舉 八邊 議員六邊 議員六邊 議長兩邊 八邊的選舉 將來 不可以做過文選 我 不可以做過一場 文選 為什麼 文選要做什麼 文選是要跟別人說 我做過什麼 我後來要做什麼 我從來不做過 因為我覺得我做過是應該的 我後來要做的 我會露燃 你做文選是做什麼 做文選 當然 有很多選舉的 方法 有很多人 做文選是在賣別人 說你 哪裡做得不好 哪裡做得不好 是在賣別人 我感覺後來 其實 不要做文選 最大的文選 就要把你的大頭照 那些好看著 大家 看到你說 啊 這個是誰人 印象 比較親密 不要說 這個文選裡面 因為 文選很多後來 是一個 把柄 是一個 把柄 是一個把柄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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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如果都不要做 人就不知道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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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成功、你的失敗,那都過去了 不用再去拿過去的事情 來做現主席的這個比告 所以以前的市長做過什麼樣的 我們都不可以去跟他批評 已經做過了 所以你們很好事 要做什麼 我希望你們千千萬萬不堂說 那是以前做的 那是以前什麼的 那都過去了 現主席是我們在接政 接任就是我們的 過去的市長做了好壞 是過去給八成大家去做 做評論 不是我們在推薦接任的這個交付 所以我在這裡 我要向各位獨處長說 人好一項事情 絕對不能去拖到 全條的人 因為現主是你們在處理 所以所有的 東西都要乾淨 都要乾淨 不可以說 比較 這次要怎麼 這次要怎麼 這次要怎麼做 我是要怎麼 我是要看你們這次做 怎麼 這點 就是 我跟各位 去局處長拿刺 不要回頭看 不要回頭看 不要去行善 別人的母帥 你們家煮飯 是最最優秀 要這樣想 所以 我在這裡 還有五分鐘 讓你們 提早 大家下班去吃飯 希望大家 可以跟市長共同 大家來打拼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我們休息 下午繼續 市政 總質詢 由我們 陳東財 陳議員 好 我們現在休息 謝謝